分手后如果他一直缠着你 一直想跟你发消息 一直一直的联系你 不管你现在有多讨厌他 不想跟他和好 我都希望你可以听完我接下来说的话 可能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有一个好朋友昨天给我打电话 说他第三段恋爱又分手了 他这第一个男朋友是家里给介绍的 对方人挺老实的 对他也挺好 出了几个月他发现对方太直男了 不懂浪漫 提供不了他想要的情绪价值 于是提出了分手 第二个男朋友是自己在网上认识的 这个男的长得挺帅的 还特别浪漫 经常给他制造各种惊喜 他觉得跟他在一起简直太幸福了 但是好景不长 他发现他虽然浪漫 但是很花心 跟他恋爱的时候 还在网上偷偷的跟其他女生聊天 因为这个事他们吵过很多次了 但是都没用 这个男的根本就改不了 我女朋友又觉得跟他在一起 特别不踏实 所以又分手了 等到第三个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懂浪漫 也不花心的男生 心想 这下终于能好好在一起了 但后来他又发现 他虽然浪漫专一 但是没有上进心 每天只会打游戏 不好好工作 女生又觉得跟他在一起 看不到希望 最后还是选择了分手 后来他叹了口气对我说 其实家里当初给他介绍 对你的男生还是挺好的 但是人家都结婚了 所以你相不相信 其实谈恋爱跟谁谈都是一样的 都要经历热恋期 矛盾期 平淡期 就像我们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只要对方对我好 我们就能在一起很久很久 然后在一起之后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但是很多人感情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 都会下意识地觉得 如果当初没跟这个人在一起 而是跟那个人在一起了 那我肯定会过得很幸福 但是根本问题出现在你自己身上 是你不具备爱的能力 你跟谁在一起都不会幸福的 我们总是把分手的原因归结到对方身上 总觉得是别人出现了问题 只要换个人就能得到幸福了 但是真的没有天生适合的 两个人都是互相磨合之后 才能相处得更融洽的 所以呢 不是你跟谁在一起能够幸福 而是你有没有具备经营爱情的能力 对于被挽回的人来讲 回头看一看这位爱你的人 只要他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并且能够勇敢地去改正 其实呢 不妨再给他一次机会 真正地重新开始 在一起不容易 失去了真的很可惜 希望你们都能珍惜当下 珍惜眼前这个爱自己的人